色谌? 地藏菩萨'本宇靖' 我们先读一段经文 幼已过气无量无数 恒河莎姐 有佛出世 好 宝圣如来 若有男子 女人 闻是佛名 毕竟不多恶道 常在天上 受圣妙乐 又一过去 有佛出世 好 宝相如来 若有男子 女人 闻是佛名 身功尽心 世人不久 得阿罗汉果 又一过去 无量阿生 子戒 妻戒 有佛出世 好 加沙 床如来 若有男子 女人 闻是佛名者 超一百大劫 生死之罪 又一过去 有佛出世 好 大通三王如来 若有男子 女人 闻是佛名者 世人得意 恒河沙佛 广为说法 必成菩提 我们经文念到这里 这个地藏菩萨呢 他提到有四个佛 在这一段里面 这个佛叫宝圣如来 宝圣如来 那这个佛号里面 还是有很深的这个意义在里面 这个宝啊 分成两种 一个是世间的宝 一个是初世间的宝 那世间的宝呢 大家都晓得了 这个现在世界上啊 最贵的东西是什么 大家都会讲啊 是这个diamond 是钻石 所以啊 人家送给你东西啊 不一定要大的 送的很重的东西啊 不一定是好的 所以越小越轻的东西啊 反而越珍贵 这个 世间的宝啊 像这一次啊 这个 师尊去这个巴西 那里出产宝石 以前很多人移民巴西啊 最早 到十六世纪的时候啊 很多欧洲人移民到巴西去 最主要是寻宝 那里有这个 有这个宝石的矿 最出名的啦 那么有祖母栗 那里的祖母栗很出名 大家知道那里的水晶 白水晶啊 紫水晶 这个很矿场 非常的富有 还有钻石 钻石矿 那边的钻石啊 有这个 不只是白色的钻石 现在钻石 最新的发现 还有很多种颜色的钻石 黄色的钻石 红色的钻石 绿色的钻石 各种颜色的钻石都有的 跟白色的钻石 一样的贵的 这是最新发现的 另外还有一种钻石 你从任何一个角度看呢 它颜色都是在散 都是在变化的 那个叫做亚历山大钻石 亚历山大钻石 出产在巴西 它的这个出产地也是在巴西 所以巴西的这个矿产 很丰富 地下都是宝 那个石头拿起来 一切开啊 哇 它里面呢 既然有钻石 这也是这个 这个也是很奇怪的 石头这个东西 看起来一粒 外观就是石头 那么用这个 切石的这个机器 把它切割 把它切开 它里面啊 既然是水晶 很漂亮的天然 有天然水晶啊 天然的祖母粒啊 天然的这些宝石啊 还有钻石 因为钻石它本身它有一定的硬度 而且它的闪光啊 真正的这个天然的这个钻石啊 它的闪光非常的力非常的强 它有硬度跟它的强度 另外还有亚历山大的钻石 从各个角度看的那个光泽啊 通通不同 它有一个弟子要送给师尊 这个亚历山大的钻石 他讲是讲了 但是还没有送来 讲是这样子讲啊 有讲 但是还没有送来 他说还在做 还在做 亚历山大的钻石 听说是最好的 这个全世界上 现在目前来讲 最好的钻石 但是有颜色的钻石 师尊已经有了 师尊已经有了那个颜色的钻石 但是世人啊 到现在为止 还不明白 什么是有颜色的钻石 一般来讲起来 钻石就是白色的 但是既然也有颜色的钻石 也是最新的发现 那就是世间啊 这个叫做世间宝 世间的宝物 我以前也讲过 这个有人带一个表 是五百万 五百万美金 一个表的 一个表 那么我看到最贵的表 我也看过 是二十四万 二十四万美金 一个表 二十四万美金 一个表 那当然呢 他整个啊 都是相钻的 黄金啊 钻石啊 最好 质量最好的钻石 去做的 而且是 hand make 它重点是在hand make 就是手工 它那个表啊 估计啊 已经做了好几年 为了这个表啊 它设计 那么用手工 慢慢去做 慢慢去做了好几年 它就 因为它的价值就很高 而且全世界上 只有那一个 它那个牌子的名字 就是它自己的名字 不是什么那个 不是什么AP啊 GP啊 这些 这些那个 Pattifili 不是这些表 而是这个名字 只有它一个人拥有的名字 拿一个表 500万美金 这个也是世间宝 这个 这种东西啊 都叫做世间宝 那么这里的宝圣如来啊 是指的是 出世间宝 出世间宝 也就是说 你这个宝啊 在沙伯世界是看不到的 出世间的宝 宝圣 就是这个宝啊 是妙圣的 是无上的 无上的宝 叫做宝圣如来 那么我们晓得了 这个就是活宝 佛宝 你活宝啊 有些人讲说 哎 师尊啊 那个 我要买一个佛宝 这个东西不能 是无价的 这个无价就是说 不能用价钱来估计的 你500万美金 1000万美金 甚至于几亿万美金 你都买不到这个佛宝的 但是我今天讲这个佛宝 不是这个佛的佛 不是佛佛的佛啊 是佛主的这个佛啊 这个佛宝不是那个佛宝 不要搞错了 这个也就是说 这一种宝是无价的 是很珍贵的 是无上的 你用钱去买也买不到的 用生命时间去换 也换不来的 你既然得到了 你就是宝圣如来 那么你念这个宝圣如来的名字啊 就不会堕落到恶道 而且常在天上 受圣妙的 就宝圣如来这个宝就是无上宝 就是佛宝的意思 那么另外呢 地藏菩萨讲宝像如来 那这两个都是宝 但是宝像如来呢 这个是若有男子女人啊 闻是佛名 听到这个佛名的话 身恭敬心 世人不久得阿罗汉果 得阿罗汉就是等于出世间 也就是不在这个六环道里面啊 不在六道里面啊 已经进入世圣道 世圣道的这个最基础 就是阿罗汉了 那么什么是宝像如来呢 可以这样子讲 真正的像 宝宙之间真正的像 你可以得到的整个宜宙了 你已经拥有整个宜宙了 就叫做宝像 一般人来讲起来啊 好像人在拥有这个世间的宝物啊 世间的宝物都是有限的 现在我们这个 这个 我们雷杖是再上去啊 再上去 这个世界上 现在目前来讲起来 是世界上最富有的 他的computer 世界上有名 也就是他的电脑软片 世界上有名 也是全世界上 最富有的这个microsoft 我在这个一本杂志上看到啊 他说他一个月啊 目前啊 他所赚的钱啊 有四十亿美金 入来进来有四十亿 老实讲啊 我们假如说一个月有能够赚这个一亿的话啊 我们就躺着了 从他倒下 倒在家里就吃不完 他躺着吃就吃不完 他那个钱啊 入账啊 进得很快 他的生意扩展得很好 但是事实上 他所夺得到的 还是在一个树木 还是一个树木 虽然是天文树木 以前我听说他的财产啊 几年前估计的话是 大过于这个德州啊 德州的这个亿万富翁 德州的亿万富翁才22亿 那么那时候他有六十亿 六十亿美金 那么现在不止了 现在他那个好像是一种 累积的一种成长 加倍不只是加倍而已 不知道多少辈子在成长他的财产 那时候他才有六十亿 几年前 那么 几年前再来估计说已经一百多亿了 那么再来他是讲说 他一个月他就可以赚好几亿了 他不得了现在开始大兴土木 你看那一片土地全部都是Microsoft公司的 不过他所赚的 都是一个天文树木 底下都一直零零零零 一直加一直加 还是有限 这个宝像如来啊 他所得到的就是整个宇宙 你在沙伯世界所赚的钱啊 仍然在沙伯世界还是在地球上 你今天不能讲啊 说哎我已经赚到夜球了 不可能的嘛 你还是在沙伯世界赚钱啊 夜球你的钱你赚不到啊 你今天啊你说哎我已经赚到冥王心了 赚到冥王心了 我已经赚到海王心了 海王心的钱我也赚到了 我已经赚到天王心了 我已经赚到这个太阳了 我已经赚到几个太阳系了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你现在目前还是在沙伯世界的地球上 你赚到的只是沙伯世界地球上的钱 夜球的你也赚不到啊 火星土星水星金星你都还没有办法赚得到的 所以你的这个钱的生物还是有限啊 但是这个宝像如来啊 他所得到的不只是这些金钱上 他这个就是入以无相 整个宇宙意识通通都包含 这个才叫做宝像如来 所以这种宝啊叫做出世间宝 而不是有限的人间的宝 那么佛法啊 本身来讲是出世间宝 出世间宝 你得到的话就是等于拥有一宙了 一道合一啊 一天地啊 同寿 一天地同寿 一天地共不朽 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是叫做自宝 这个叫宝像如来 真正的像是无像 是拥有整个宝像是拥有整个宝像的 而不是只有在沙坡世界的 所以呢 你只要啊 这个听到这个佛名 身恭敬心 你就可以得到阿罗汉果 另外呢 这个袈裟床如来 袈裟床如来啊 也可以讲 这个袈裟床本身就是我们出家人本身所穿的这个衣服 那么这个代表什么呢 代表庄严 这个就是庄严如来 袈裟床的意思是庄严如来 我们密教里面在修行呢 有这个三段法声 三段法声是这样子的 先观想夜轮 夜轮 那么再观想这个凡日 在夜轮里面 那么再变化成为本尊 这个叫做三段 夜轮是一段 那么昼日是一段 再来本尊是一段 那你就会产生这个本尊的庄严像啊 在西空之中有本尊的这个庄严像在那里 这个时候啊 这个时候啊 以西空之中的庄严像啊 进入你修行人的心中 然后你自己在变化成为本尊 这个叫做庄严如来 这个庄严如来 这个庄严如来 那么你自己把他变成佛 当你自己变成佛的时候啊 你就觉得自己本身很庄严 这个是有他的味道的 这个也有他的这种这个意念在里面 事实上是有这样子 你不相信啊 你今天去买一件衣服 到Bielbiel Square 去Bielbiel Square去买一件很漂亮的衣服 那么你穿上的时候啊 你今天的精神啊 就会不一样 你自己本身的感觉 你就不一样 你认为我今天很有精神 因为我的穿着啊 非常的有精神 你穿新衣啊 跟穿平时的衣服啊 你今天的感觉就不同了 你今天假如是说 我这件衣服我已经穿了 差不多十天都还没有洗 或者二十天都没有洗 其实这个衣服变不见得很脏哦 但是你穿起来感觉上 脖子痒痒的 好像很脏 有一点味道 有一点味道 不一定有那个味道 但是在你心理上的感觉 已经有味道 你穿起来也会不舒服的 这个衣服应该洗的 也会不舒服的 但你穿新衣的时候啊 你那一种新的感觉啊 就不一样 这里也是在教大家的啊 这里也是在教大家 所谓袈裟床如来 就是在庄严自己 你一个修行人啊 经常观想自己穿袈裟 非常的庄严 那么你无论如何你走到哪里都是一个庄严想 都是一个庄严想 你平时啊你坐下来 有时候你坐下来的时候啊 你在入山摩地以前 你把自己的相貌先想一想 那么再给他 这个本来耳朵小的给他家常 这个双耳这个垂肩 这样就垂肩了 这个鼻子本来很扁的 把它观想融起来 眼睛呢 把它观想成为佛菩萨的慈眉善目 然后观想自己的相貌严满 再观想自己穿上的佳裟 很这个很庄严的这种相貌 观想的非常清晰的时候 你很容易入山摩地的 很容易的 你不要那个拉拉扎扎的 这样入山摩地啊 觉得要入山摩地 你以前的这个身体发出一种异味 那种味道不好 穿的衣服又是拉拉扎扎的 你入山摩地啊 跟佛菩萨这个相应啊 觉得佛菩萨也是 嗯味道不太好 你必须要 你必须要一切都是很整洁的 很清净的 去面见佛菩萨嘛 这个意思就是清净庄严的 佛菩萨庄如来 很清净的很庄严的 佛菩萨庄严的 如果有男子女人听到这个佛名 是超一百大姐生死之罪 另外第四个佛 叫做大通山王如来 诶这个什么解释啊 有时候会搞不清楚 大家想大通山王是如来 是怎么回事 这个确实叫做大通山王如来 你知道佛教有几个山啊 西弥山 西弥山是象征的这个宜咒 象征整个这个宜咒的这个山 是最高的又叫庄高山又叫庄高山 大通山啊就是庄高山 就是西弥山 也就是西弥山王如来 这个表示什么呢 表示这个如来的修行啊 如山一样的高啊 他的修行的境界跟山一般的高了 那么他也是不动的不动如来 他稳坐于宜咒不动的 叫做大通山王如来 我们密教里面众观想 很众观想 这个有些人啊 经常遭这个磨难 就是被那个小鬼啊 离魔亡两欺负 我都教他讲 我都经常教他 教他怎么样呢 你观想自己啊 成为一座高山 成为一座高山 常常做如思想 那么你也可以念啊 你这时候成就为一座高山的时候 想自己好像一座高山一样 然后你就经常念 那么大通山王如来 你就念他的名号 因为他本身啊 他的成就像山一般的高 西弥山一般的高的 这时候你观想自己像一个西弥山一般的高 然后再念这个大通山王如来 就跟他相应 你自己假如变为大通山王如来啊 那么哪一个这个小鬼敢欺负你啊 那些离魔亡两啊 都不敢欺负你 那以前啊 我这个帮助人的时候啊 这个 他身上的这些小魔就离开这个人 那么他们这些小魔也来找我 那么我自己也变化 啊 大通山王如来 自己观想成为西弥山 那些小魔啊 来找我的时候 一看 诶 这卢圣燕都不见了 他变成一座大山在前面 啊 他们要过去啊 都还走不过去呢 要绕了好眼 啊 要绕好眼才能够过 他们想要回家都很难 对不对 他们要回家的时候 都要绕好眼 走好眼才能够回家 诶 他们以为说 诶 这座山好奇怪啊 从来没有的 拿刀子砍他 像 哇 这刀子都软了 就断了 就起钢了 那个他的刀子都起钢 可见你自己假如懂得观想变化的话 你会成就大通山王如来 不动如山 这个大通山王如来的意义啊就是修行到最高的境界 不动 那么你自己想要闭魔的话 你观想自己成为一座山 刀枪不入 你自己也变成不动的大通山王如来 如果有男子女人啊听到这个佛名呢 这个就能够得到恒河沙佛广为说法 一定正得无上道 好 那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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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好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